你怎麼解不開的謎言 石赫犬的想法是 就是一招惊生死 他的勁從內發出來的當演態 就不是關節的, 是肌肉的法徑 學權在福建人之間流行 很早就傳到台灣 台灣人學習學權, 慰言成風 更保留到在中國大陸 早已失傳的一種凶猛學權, 食學 劉師傅 你好, 回來了 好, 好, 各位好 台南的劉長益師傅, 是食學權的傳人 他曾經是台南警備教頭 除了台灣, 他還在歐美教學 學生有空手道高手 FBI, 醫治特種部隊的成員 其實劉長益師傅就是我一個師兄弟 他都在浸淫在空手道界很多年 他就極力推介, 如果你們要講學權 你們要來台灣找劉長益師傅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強悍的好手 劉師傅的祖先是鄭成功的部長 亦是台南望族 他祖父在二十年代 重金由福州延聘食學權名家 林德信到台南教權 因為劉家富裕, 至祖父起的三代 都能夠專注練習食學權 所以保存到食學權的功法極為純粹 用手掌 跟對方交手的過程當中 我眼睛看著不是一個人 是My Dinner 他用食這個字呢 就是代表說主公子 我們石鶴拳的想法是 來自於我們的第一代主師 叫方七娘 那她是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她需要的 就是一招呢 就是定身鶴嘛 鶴的話是有翅膀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翅膀 我們用手掌的這個功能呢 是很多的 而且我們食鶴拳的觀念啊 這個你們認為是一隻手 那對我們來講是三隻手 你擋,你就是撥 對不對 你撥了第一隻手 我第二隻手打你 你抓了第一隻手 你抓了第二隻手 你控制我的整條手臂 那你認為你已經得逞 那如果假設這邊還有一個 那我這個呢 那那怎麼辦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 我們只要手一說 這個肩膀就可以打你 這個 只要這一 他就會來 我只要手往後縮呢 他的臉要來 這個我們肩膀 所以說我們的學生呢 對練 我們有練 有練這個 有靠這個鍵 他根本上那個位已經負了 一發力根本上更容易被他弄斷 你只要繼續摸著我的頭的話 這個就已經斷 我一定要放手 我不放手就不行 你不放手你就會危險 我一定要放手的 對 或者是,或者是,是這樣子 這個鶴 啊 比如說 得罪了 得罪了 這樣 比如說你 掐我脖子 對 掐著我脖子 好,掐著 你看 這個呢 我從手左這邊 壓下來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說兩邊 一 一二三 我這樣壓你 你弄僵硬 壓不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子 一隻手 就解決一隻手就好 對 我這個身體啊 身體就是一個門嘛 對 也是一個強勢 我的強勢在這邊 在這裡 當你破了門 你大軍要攻進了 嗯 破門而入 嗯 我呢 來變門 出手那一開始 對方一出手 他就已經要化解之餘 就已經入死門殺難 就 其實在實際的運用上 用到呢 那剛才就試了幾下散手了 是埋身的 真的用到 救到命 我們出拳 有兩個動作 一個呢 就是拉再打 嗯 另外一個呢 轉 就是打 我打一打 一轉就轉 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特別呢 要求在速度上 這個 要以快狠準 然後呢 秒殺 就是說在最短的時間內 我們的理念呢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呢 去把對方呢 擊倒 或者是擊殺 當你這個 你這個手去呢 你習慣了 嗯 你的手打過來 我一碰到你轉了 對 抓抓抓 你要抓 你轉的時候要順便抓 對然後就直接 走 哦 對 所以我是用這個 用這個力 就是拉 出停了 手 哦 哦 對 幾年前 第一次接觸到自衛術呢 譬如 有人插著頸 就是這樣 按住這裡 對 然後整個蹲下 然後用來發解 這個不行 這個還很狠 這是力學來的 就是我覺得 一定夠力的 這個女生更加好 一來就這樣 你這樣來了 一定夠力的 一來就沒有 所以 很實用 而且他剛才 這一橋呢 用那個短鏡呢 是 沒有的 剛才他不是正位的 剛才不是正位的 剛才不是正位的 剛才是側的 側都不行的 這裡 刀領的 沒有的 食鶴 講求串經法力 劉師傅發勁時 可以發出聲響 看過劉師傅的示範後 三位舞者嘗試體驗食學拳 搏擊償的威力 剛才剛才 對 劉師傅 只是上了 很簡單的一堂 但是 就 看到這位師兄 他用了那些手法 我供他正門 他把所謂的門的身體 他更不捨移 我打不到他 他還可以把我摔出去 好 先生 我唯一有少許的優勢給牠 我高牠、重牠 用我重量去壓牠 但只要我入門打得不對 都是很容易被牠化解到的 我們在練習中 都感覺到牠們入馬 下上面、打在下面 牠們全部都有這些動作 牠們食學的練習 包括盆手、3-5的練習 都挺全面的 用掌印吧 想埋伸也有點困難 牠會一直向前迫過來 只是一下子想獲得你的命 你不能還手 我身上所學的東西 跟一百年前 林德順教授我祖父 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說我身上並沒有遺失掉 那種舊有的 古老的那種鍛鍊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是很原本的 很高興參與了這一輯的功夫傳奇 就是永春百學 也找到學權和空手道的關係 雖然我們未正式找到 歷史的源流是百分百真確 但是訪問了幾位中師 在技法上、功法上 真的獲益量多 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會說 在擂台經濟上 和實戰上 打不打得 其實沒有這件事 羅祥祖師傅 他一二再再三說 我們不是用來比賽的 我們用來補命的 我真的很深深地體會到 學權那種威脅性 不能夠一本通知徒 你這樣會這樣 大家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身形 不同的心態 不同的心態 都不同的 連這些 綁柔和新型體 其實很多種都可以的 未必是在這裡練功夫的 反正外國人 喜歡我們中國 動作一種藝術 文化技術去研究 用科學的態度 去理解中國功夫 我們就反而少了 一學的 有三學的 我就教你 你學了 你練不練 我都沒辦法 學幾年的東西 得到的是你自己的 每一個都不同的 三個人來學 三個人的心得都不同 找出來的東西 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些才叫做自己功夫 中國傳統功夫 就應該是這條 喜耍學請收看 香港美食100強 謝謝大家 我今天會請大家 收視一下 怎麼回事 你們這些 好 我走 雷麗執法 九州東道要留一本給別人 提供便宜價救物 香港特色文化之一的牌檔 會不會就快絕跡呢 《鏗槍集》 明晚7時35分 翡翠台